我中學時代就在鴨利洲長大 現在下個個大曬 反而不太上大 動寸細寸跑落海 而會經過大街 鴨利洲不算大 不過以前已經是我們全世界 啦啦啦 鴨利洲的利字不要寫錯 全部都有淵源 不會記得要寫過 這個這樣的小島 你都未必知道 它擁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口密度 穿過鴨利洲大橋 扔個彎就到黃竹坑 家下家家 會不會都搬上半山 不要誤會 只不過是搬上石排灣 以前姑媽住在黃竹坑 整街都是小販 偶爾還會一家人去海洋公園玩 現在海洋公園都很少去 不是我們去 生日那天免費 或者可以想想它 住得是香港仔 做甚麼都要出銅鑼灣 那麼走香港仔隧道 難道爬過座山 趕到這條隧道 何時會失我們最有心得 上班時間它會失 它未必失 上班時間它實失 它都未必失 沒錯 它就在你最趕時間 最心急時才失 天天都解決性封閉 不如索性將它整條荒廢 不過都不好 將來有了地鐵 可能更加濕陣 沿著地鐵沿線 全世界都要改變 話就說改善 趕走了你先 周圍拆啊拆啊拆 拆到一塊塊 條馬路拆啊拆啊拆 又那麼拆的那麼拆 起酒店傷點客 趕走點阿婆阿伯 食屎又拆 沒東西壓 深灣船廠那邊在這放火靠客 終於拆到世界沒了性格 一住住了二十幾年 萬一要搬都不知怎麼辦 一條村最緊要 要有些公園 你老明 你未老 所以你未必知道 緊要有些小朋友 還要有些兩老 拖啊手仔散步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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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環球店舖根本不需要在這裏 如果我想買東西 我自然會出天尼斯道 這裏以前不是這樣的 還是我們帶過了呢